昨天是9月份的第一天 突然一条爆炸性消息传来 在美国不断地加油助威之下 台军竟然嚣张地对大陆无人机开火驱离 并且开火的位置是紧邻厦门 极有数海里之遥的大胆岛 还是连开六枪 看来有了美国撑腰之后 蔡英文的腰杆又硬起来了 而就在昨天又有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 据台湾媒体报道的未经证实的消息 台军组机首再次对大陆无人机开火 并且首度击落大陆无人机 这个消息一出 立马就在两岸炸开了锅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 那就无疑等于金门台军直接越过了大陆的红线 台军开火已经被证实 现在不但开火了 并且还声称击落大陆的无人机 莫非金门的守军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成 因为无论是军用或者民用 毕竟都是金门守军在对大陆无人机开火击落 这个性质同样严重 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评论 据报道 被击落的无人机绝对不是解放军的 而是大陆民用无人机爱好者的 问题是 难道大陆民用无人机台军就可以任意击落了吗 我们的外交部不是说了我们的祖国 我们有权力飞吗 尽管台没有鼻子有眼扑天盖地称击落的是大陆无人机 但是我们的官媒还没有证实 只是一些军事专家证实这则消息 要让大嘴来判断这则消息的真假 这极有可能是台湾在虚张声势 用释放出击落大陆民用无人机的假消息 来试探大陆的反应的烟雾弹 如果这则消息最终被证实是真的 那问题的性质可就严重了 大陆如果没有反应或者是对此已经默然接受 那么下一次台湾极有可能会升级 对大陆无人机的反应力度 有可能会更加的变本加厉 可能有网友会说 这两天台毒是怎么了 打了鸡血一般开始亢奋起来了 消息连着看 你就应该一清二楚了 这两天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 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之后 来台湾索要好处费的美国议员 又谈成了一个大单 那就是台湾又要购买价值 千亿美元的波音飞机 就这么派军舰到台海晃悠的几圈 佩洛西来台湾走了这么一圈 美国就轻轻松松地 从台湾拿走了上千亿美元的好处费 也难美国会对台湾如此上心 这样一颗摇钱树 美国怎么可能放手啊 收了台湾那么多的保护费 美国怎么着也得表示一下子吧 我们看到了 虽然不敢派强控母舰来台海和解放军硬碰 但是美国的政客还是说了不少的狠话 来给台独加油打气 正是有了美国一系列的支持 让这些台独们从大陆环台军演的惊魂当中回过神来 并且已经开始肆无忌惮地反击大陆了 尤其是在30号 蔡英文视察澎湖列岛时 要求对大陆无人机做出适当反应 并派出狙击手之后 台军开始变本加厉了 从一开始的发射信号弹驱离 到后来的扔石头驱离 再到开火驱离 这一次竟然直接放出风声称 开枪击落了大陆的无人机 对于金门守军开枪驱离大陆无人机的行动 解放军必须要给台独们画出底线 无论是军用无人机或者是民用无人机 台军胆敢开火后果自负 把红线给他先挂画好 如果台军真的敢迈出开火击落大陆无人机这一步 大陆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我们就个先收金门打个样 让他们看看挑衅的代价